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o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在那边非常的兴奋 因为终于看到 今年2023年传说中的这款限量发售的 进攻与这个Snoopy Snoopy所联名推出的这个限量表款 这个其实限量表款有非常的多啦 在这个联名进攻当中 可是要说真的是很多人关注 而且讨论度很高的话 我觉得Snoopy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那再来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大知名高级品牌受影响 就好像是这个Omega的这个登月表啦 这一种Moonwash这一种都是有跟这个Snoopy 一向来都有出这个他的这个表款 所以在市场上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那竟然今天推出了这个价格在马币 定价只是2000而已 2000出头2000左右 就能入手到这个 而且是大品牌精工联名所推出的 这个Sekko Snoopy 那分别出了这个SRP25 跟SRP27两款作品 那两支表全球限量都是为6500 这支Snoopy非常特别就是他是从1963年的那一种报纸的漫画中是获取灵感的 所以是很有那种手绘的那一种感觉 那就好像小刚手上这一支他那个冲浪的那个板 手上拿的你近看他是印着Sekko5Sport的这个字样的 那这一点看起来你就看得出进攻真的跟Snoopy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在这个表款上面的这个设计 那甚至他连这个旋转表圈上的这个阿拉伯数字 他这个刻度其实也改用了这个Peanuts 他这个原创这个Charles查尔茨的手写字体 在整支表的风格啊 凸显出这个Peanuts啊他这个联名的这种元素啊 而且这一支表哦 个别都被有专属的这个表盒的设计哦 也是一样好像一种类似漫画式的这一种手绘的这一种表盒啦 非常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 在小刚影片手上这支SRPK25 他的这个底盖翻过来哦 真的非常有创意啊 你看第一眼哇就好像漫画这种感觉 而且他是用的这一种半透明这一种呃 呃呃呃带一点绿色的这种玻璃哦 那你看起来好像一块玉这样子啊 哇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是印上的这个呃就是手绘的这一种 呃 史努比啊站在这个冲浪板上面冲浪的这个 很帅的这个音质啊 这个姿态哦 非常的漂亮 那个别都是有呃 这一支表都是防水高达100米哦 那小刚手上这一支哦 是这个进攻呃超人5啊 这个全新的SACO5Sport作为基础的这个款式哦 38mm的一个表径 然后也是用了这个4R36系列的这个机型啊 所以这个呃秒听的功能啊 日期的快调啊 然后呃21600频这里的3Hz的这个机型啊 这些都是跟呃这个原本进攻SACO5Sport的这个 目前最新的进攻5号 都是同样一个规格啊 非常的耐操耐用 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